超强台风山主日前吹袭香港造成严重的破坏 而在我国北马玻璃市 昨天晚上也遭遇犹如台风来袭般的害人情景 超级强风在短短半个小时内就吹倒了上百棵大树 多栋民房被摧毁 更引发多起交通事故 夺走了至少五条人命 在其中一起意外中 一对夫妻的轿车和警员轿车相撞 三人死亡 女死者还是一名孕妇一尸两名 玻璃市昨天入夜时分刮起一阵超级强风 画面上可以看到这一场每小时 大约70公里风速的大风 把妈妈荡的桌椅都吹翻 路旁的告示牌被吹倒 就连大树也被连根拔起 倒在路中央 望远望去一片狼藉 强风加败豪雨 导致路面湿滑 加上能见度低意外频传 其中在巴东误杀 一对年轻巫异夫妇到医院 例行产检之后 在回家途中和一辆警员轿车猛撞 酿成三失四命的悲剧 叫家属哭断了肠 另有一名两岁女童 在事故中受重伤送院抢救 晚上11点45分左右 靠近家央地带 同样发生死亡车祸 一名15岁少年和朋友骑着摩托外出时 怀疑刹车不及 撞上倒下的树木当场丧命 同行的友人则受伤入院 当局透露 这场暴风雨导致当第八个地区 包括马达亚叶 闽东 嘉央 博斯里 仙纳 朱滨 玻璃市港口 以及新路的92间房子被摧毁 就连一座牌坊也经不起强风 应声塌下 55户人家陷入断电窘境 NDP7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